一小时可以削4800个苹果 你万万没有想到 削苹果的工作都完全被机器人所代替了 这就是意大利的 现代化农产品加工技术 不管是苹果橙子、梨 还是芒果、猕猴桃等各种的水果 机器人都能够轻松地搞定 来看看它们是如何作业的 首先就是批量的苹果 经过清洗过后 通过传送带传送到带骨炮的加工时 苹果受骨炮的推力 集中到一边进行排队 一次性可以推8个苹果上去 然后滑到另一侧的凹槽 千万别小看这个凹槽 非常的有意思 它自带传感系统 能够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摆正 果地朝上 紧接着上面的钢针 直接从果地插下来 将8个苹果转移到削苹果的果杯 4个指头固定住苹果 旋转90度就开始加工了 先是将外皮削掉 然后将内盒剔掉 果肉还可以被自动地切成8块 就这样一气呵成 一个小时可以完成4800个 苹果的加工 也就说人工怎么能够比得上 不仅仅是红苹果 绿色的青苹果也是这样的 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不切片 留下一个纯果肉的苹果 咱们再看看 橙子的加工方式 这是半人工的方式 只需要工作人员将橙子放到果杯当中 削皮砍头去尾 几秒钟就可能完成一批 芒果也是这样的 只需要工作人员将芒果放在卡槽中 一排芒果快速地完成加工 再看看猕猴桃 这么软的猕猴桃同样能够搞定 西瓜菠萝 也可以这样轻松地加工 水果经过智能化的加工过后 有的会做成罐头 有的会做成果干果斧 成为了农产品深加工的重要环节 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农产品 卖不出高价 本质就是缺乏深加工的技术 大家都知道 鲜果的货架期是非常短的 而且长距离的运输风险大成本高 这就导致了很多的水果产区 封产不丰收 果件伤农 咱们再看一组数据 中国的农产品的加工率 仅有55% 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 其中国品率的加工率 仅有10% 低于世界30%的水平 所以说农产品的深加工 将成为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也是各地乡村振兴的重要的发力点 如果你是水果产区 这个风口你一定要抓住 因为农产品的深加工 在未来将是农业产区的标配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 优优独播剧场 29.8% 你